喔喔喔喔喔 全場關注我 喔喔喔喔喔 閃亮全宇宙 穿越了世界 咱們變得感動 感動 感覺得 我的老師 叫小和 一早游泳 感覺真舒服 昨天塗送的皮膀都消除了 游泳本來就是一個很好的運動 之前是因為你一直熱衷打拳 所以我才沒有讓你來游泳 其實打拳也是一個不錯的運動 你知道嗎 每當我帶起拳套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熱血起來 內心的小宇宙就爆炸了 不然這樣好了 以後我教你打拳 你教我游泳 我這樣可以 聽起來很好 這樣挺公平的 好 一人準備定 好啦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剛回教室了吧 你在找什麼 蘇貝元金怎麼沒有來 我也不知道 或許他臨時有事吧 我們游泳隊本來就沒有一心規定 每天早上都要練習 你哪有這樣說 運動這種事就是要持之以恆 笑蘇貝元就少了一點點決心 這樣搞不好我下禮拜就超過他了 小屁啊你 人家蘇貝元是女生 你贏他有什麼光彩的嗎 不管 誰叫他上次賬我 我一定要報仇的籌回 好 OK 沒睡飽喔 才五點 就被這家的鬧鐘吵醒 然後我就睡不著了 都快瘋了 婉智 妳有聽到鬧鐘的聲音啊 沒有啊 妳又不是不知道 我是那種一睡著就很難被吵醒的 跟我一樣 對啦 我們就命好 我們叫到天亮 就命借 一點聲音就被吵醒 這個家家 下次要是再敢把鬧鐘的時間調做 這個要翻臉 這麼吵 對啊 你要不要乾脆戴個耳塞 是啊 就不會被吵醒 戴個耳塞怎麼睡啊 真是 怎麼來個這麼麻煩的室友咧 所以說 好鳥之頭一朋友 落花水面接文章 各種藝術之間也不相關 所以詩中有畫 畫中有說 我想找夫人說 在全世界的藝術中 中國畫是獨立文 因為畫與詩融為一體 兩者使中國文化更為豐富 很好 坐下 謝老師 文章裡面有一段 好鳥之頭一朋友 落花水面接文章 意思就是呢 一味自然界動物鳥 植物花均與我相親 沒有格 黃燕欣 謝神教 會不會太誇張了 對啊 黃燕欣 你剛剛砰那一下 我的客是怎麼 全被你嚇跑了 謝囉 嚴欣 你沒事吧 沒事了 你不要被寫了 黃燕欣 你被寫人家也很誇張 你太好笑了吧 好了 不要鬧了 這堂課大家先自行 憐欣 我帶你去保健室 真的很扯 好了 不要說了 黃燕欣的鼻血已經止住了 沒有什麼大安 你不用擔心 謝謝你 不會 不過這堂課 還是讓她先休息一下會比較好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好 黃老師 黃老師 剛剛去你們班找不到你 他們說你在這邊我才過來的 你這麼急急找我什麼事 就三個A班的家長 他們打電話來學校 說要投訴你 投訴我 反正主人就要請你去 跟他們家長對峙 你去了就知道你 可是這堂是我的課 主任已經請凱米老師去代課了 你趕快過去 不然主任又要刁難你了 好 走 主任 黃老師 你終於來了 你找我有什麼事嗎 這蘇佩芸的父母親 打電話到學校來 說你給學生洗腦 好 要蘇佩芸放棄考大學 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件事情是真的嗎 主任 我承認我有給蘇佩芸 一些未來的方向和建議 但是說洗腦也太嚴重了吧 蘇佩芸 你老實說 你改變志願 不打算參加大學學社 而是想要參加運動肌憂聯合招生 這是賀老師給你的建議嗎 我確實跟賀老師聊過之後 才決定改志願了 好 老師今天代課 就先上到先情運文選 這一首尖佳 同學們 可以把它當作情歌來讀 那在之後的生活藝術課呢 老師也會多找一些 從古到今的浪漫情歌故事 分享給大家 好不好 好 沒有問題的話 大家下課吧 老師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賀老師帶黃顏心 去保健的事 怎麼還沒回來 當然是因為有事 才沒有回來 還是 其實眼鏡傷得很重 所以賀老師 才當他去醫院急救 賀飛燕 只是流鼻血而已 怎麼可能會去醫院 而且我看看也好好的 好了 你們不要再瞎猜了 不管小賀老師是去處理什麼事情 你們都不用擔心 高三的學生 就是應該把心思好好的放在課業上 OK 不要再可是了 下課的時間 對於高三學生來講也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趕快利用下課時間 好好放鬆一下 我們下次見 去看葉心 我覺得怪怪的 我從剛剛眼皮又一直在跳 一定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你眼皮跳是跳你的前進 右眼 右眼 那完蛋了 我聽我朋友說右眼在跳 好像是代表會有時光之災 那如果我跳左眼呢 也不行啊 左眼是...左眼是破產 如果我兩邊一起跳會不會好一點 更不好 所以你不要那麼迷信 眼皮在跳 就健康的角度來看 有可能是睡眠不足 或是咖啡喝太多 也有可能是缺鈣 班長 我覺得你這樣講很不合理 白癡到底怎麼可能是缺鈣呢 因為平常就很會鈣了嘛 對不對 你很奇怪 不要亂講話 至少我平常蓋得喝清喝液 大家 你們知道賀老師出事了嗎 胡佳佳 你說什麼 他怎麼了 你們果然不知道 我剛剛從餐飲課的同學那邊聽到 賀老師被A班蘇佩芸的父母告發了 蘇佩芸的爸媽 怎麼會扯上賀老師啊 對啊 胡佳佳 你是不是搞錯了 應該不會 他們是親眼看到的 而且他們還聽到朱主任 說蘇佩芸的父母在罵什麼 賀老師好像洗腦蘇佩芸 用蘇佩芸決定不考大學 那蘇佩芸沒有幫忙講些什麼嗎 我不清楚耶 他好像沒有反駁 不行 我要去找A班問清楚 等一下 你不要那麼衝動啊 你放心啊 我只是去找A班問清楚耶 不會吵架的 大哥 我沒記錯的話 等一下A班應該是體育課 不然我等一下跟P去好了 我也要 走吧 你去生事嗎 蘇佩芸 好 蘇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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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明慧 冷靜一點 有話好好講 說話不要太衝 放心 我只是想把事情搞清楚 我不是要來找他吵架 我沒那麼明瞭 蘇佩芸 蘇佩芸 我問你 為什麼你的事牽涉到賀老師 鄭明慧 你這什麼態度啊 來心事問負了嗎 你那亂唱完畢班 小笑撞飛你喔 來 蘇佩芸 好 再這樣 我們先不要把事情鬧蛋好不好 蘇佩芸 你真的聽了我的建議 去找賀老師了嗎 我是去找了賀老師 他也給我的意見 我思考過後 決定要走游泳這條路 但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還沒跟我爸媽討論 他們就知道這件事情 甚至打電話到學校 折汰賀老師 我也不想事情變這樣啊 蘇佩芸 你想選擇游泳這條路 那是你的事 你早點跟你父母商量 不就沒事了嗎 現在怎麼辦 害到賀老師了 鄭明慧 你是聽不懂中文是不是啊 我剛剛已經說了 我沒有害賀老師 我也只是照實說出 我聽了賀老師的話之後 才有這個決定 我都這樣講了 不然你們要怎麼樣 沒錯 佩芸只是實話實說 你們這樣跑來怪他 不是很奇怪嗎 怎樣 現在說實話犯法 好 那我問你一件事情 你有聽你的父母說 賀老師給你洗腦嗎 他們是有這樣講 那你覺得你有被洗腦嗎 當然沒有啊 那你還不幫忙反駁 還任憑你的父母 去誤會賀老師 好 蘇佩芸 我不管賀老師跟著說什麼 但最後你的決定 都是在你自己身上的 你可不可以不要讓賀老師 幫你背這黑鍋 你說什麼 佩芸只是客氣 誰跟他叫我小賀 你有什麼方法 害佩芸做的錯誤決定 還好 我沒聽佩芸的話 扶走 好啦 回發 要扶我 人家古代是狗咬屢洞兵 我現在怎麼看到狗咬小賀 你說誰是狗啊 誰講話就是誰啦 而且是德 從前變狗 莫名其妙 佩芸 等一下 現在你知不知道 賀老師是被誤會了 那你是不是可以 麻煩你去解釋一下 順便跟賀老師多少錢 我要怎麼樣 也有不到你們管吧 反正 進入剛剛那件事情 我已經決定放棄游泳 替御總生學這才對 這件事也算和平落幕了吧 你們別在美事找事 是佩芸 這個說法不可以認同 或許你已經沒事了 可是賀老師很可能 因為你的事而有事 去幫他解釋一下 有這麼難嗎 你們B班都姓盧是不是 不是 佩芸不去又怎樣 難道你們要把他叫號 我是面前嗎 他如果不去 為何你只能這樣啊 果然B班就是一群 不知喪盡的流氓 蛋丟 你幹什麼啊 你沒有什麼毛病啊 找你真當天 在幹嘛 老師好 要找誰蛋丟啊 老師 我給你挑籃球 好 到底發生什麼事 你就要檢視清楚 這確實不能怪賀老師 畢竟賀老師身為一個老師 他是有這個責任 給予學生們在升學方向一個建議 校長 您說得不錯 老師需要給學生方向 但是不是亂給 十三年A班是學校的精英 您應該引導他們 走上正確的升學道路 而不是叫他們放棄就學啊 主任 什麼是正確的道路 正不正確該由誰來判斷 更何況 我沒有阻止學生升學啊 而且我只是希望他們 可以從自己的心選擇自己想要走的那條路 學生如果知道自己要走什麼路 那還需要老師嗎 老師的作用就是 學生要走歪路的時候 你要把他拉回正道 而不是他好好的走正途 你偏偏要叫他走歪路 朱主任 不是只有升學才是你所謂的正道 因為很多名人學歷不是很高 可是在自己的領域發光發熱 要是他們當初只選擇升學 沒有發揮自己的專長 搞不好就不會有經驗他們啊 我覺得 校長 現在我知道 原來你就是用這些童話 來騙蘇佩雲的 如果考好學校 拿文憑那麼不重要的話 那些名人在出名之後 為什麼還之間恐嚇 進好學校來念書呢 其實 如果一開始沒有選擇升學 你可以實現夢想之後 再回到學校也不遲啊 更何況 蘇佩雲只是想要進有 游泳專長的學校 又不是不念書 你為什麼要想那麼嚴重 是你自己想的不嚴重啊 好啦 你們終於肯聽我說話了是吧 霍老師 站在我的立場 我覺得你提供學生 升學方向一個建議 是沒有錯的 但A班的蘇佩雲 因為聽了你的建議 而改變了志願 導致她的家長十分的憤怒 這也是事實 所以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做一些處置 我需要時間好好的思考一下 等我決定之後 再告訴二位吧 吃一下腸 lot of days 我知道你在煩惱賀老師的事 但是我相信賀老師 不會希望你插水 所以先不要想了 好嗎 婷婷 妳是不是認識蘇佩元 之前不是跟她 一起參加儀隊嗎 對啊 怎麼了 蘇佩元說 她已經放棄游泳 用回原來的升學管道 那就代表賀老師 給她的建議是錯的 妳去跟她講 叫她重新選擇游泳 這樣賀老師 就不用背這個黑鍋了 不過想找機會找她聊一聊 但是 不管是要重新選擇游泳 還是怎麼樣 這都只能她自己決定 我沒有辦法強迫她做什麼 知道 妳是不是覺得 我很置身事外 都沒有在想辦法幫賀老師 沒有 妳說得也很有道理 是我太過於心急 隨便出那些點子 對不起 那就好 好啦 快點讀書吧 我真的覺得蘇佩元這個人 真的很沒有尷尬 他就很害怕被他父母罵 然後不幫叫小賀解釋 還有他旁邊的張偉凡 真的很囂張 今天明明是蘇佩元的問題 對不對 結果搞得很像我們三個 要找麻煩一樣 女生很愛無理取鬧 真的 沒有 誰說女生就一定無理取鬧 沒有啦 你不一樣 寶貝 所以你不要跟白目論放話 一根子打翻一層 好啦 就是說嘛 一般那些女的 不算是女生 應該是 母老虎 菲葉說得沒錯 那兩隻母老虎 見人就有 還不覺得自己有錯 不愧是目中無人 要自食自戀A班 A班 根本就只有把成績 放在眼裡 連做人的道理都不知道 說讀得那麼好有什麼用 真的 我這次越想越氣 你知道嗎 A班在學校 成績不一定會好那麼一點點 可是每次只要發生問題 不管是我們的問題 還是他們的問題 到最後都會變成我們的錯 像這次是蘇佩元的錯對不對 結果羅老師罰我們兩方人 這有夠倒楣的 好 我決定了 我們絕對不能這麼輕易 要過A班 會念書不代表不會做錯事 既然這件事情 已經確定蘇佩元錯 一定要要道歉 否則就要讓我付出代價 我也覺得蘇佩元 欠賀老師一個道歉 總不能每次讓A班 都跑到我們B班頭上來殺眼 黃燕姬 黃燕姬 妳要怎麼做我不管 但提醒妳 不要太過分 我知道 Gue小赫在學校的處境 這麼艱難 那這豬又動不動就早上麻煩 我知道了 跟隨你 知道就好 不要本來是A班的錯 變成我們班的錯 這樣會對Gue小赫更不利 小心眼 大家 賀老師的狀況怎麼樣了 我累了 先回去宿舍 剛才的事情我再討論一下 大家晚安 晚安 B哥 你覺得讓黃燕姬 對付A班好嗎 她情緒看起來不是很穩 我們阻止她有用嗎 她就不會去嗎 對 所以只能相信她 不是 是啦 言行會那樣是有她的原因的 總之 既然她已經答應你們 不會做得太過活 你們就相信她們吧 別整張 三 二 一 別去 對付A班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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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付A班好嗎